父亲去世了 医院竟然不给开死亡证明 导致没法火化遗体 医院说了 你想开死亡证明 你就必须先掏钱 为你父亲买个墓地 否则我们这个死亡证明 是不可能给你开的 真有这样的奇葩事吗 是的 吉木新闻报道说 有网友举报 江苏冠云某医院就是这样做的 该网友说 今年三月份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他到医院要开死亡证明 然后才能去办火化 结果医院跟他讲 你想开死亡证明可以 但是你必须赶快买个墓地 以便火化之后 把你父亲安葬在这个墓地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当地要推行殡葬改革 防止你拿着老父亲的尸体 乱埋乱葬 甚至进行土葬 所以你不买墓地 我们就不给你开死亡证明 人的遗体待不了多少天啊 尤其是人死亡之后 子女们总是想让他尽快入土为安的 所以在医院的逼迫之下 这个男子只好呢 花3800块钱在当地买了个墓地 而且他说交了钱之后 人家连发票都没给他 给他的只是一个收据 但是没办法呀 办丧事要紧呀 他就只能把钱交了 去医院办了相关的死亡证明 然后去火葬场火化 再把父亲葬在了这个墓地之中 事情虽然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但是这个男子是越想越气 所以最近他实名上网上举报 什么时候我们亲人死亡 连医院开死亡证明都要卡我们一刀吗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地方啊 推行这个殡葬改革 一风一俗 希望大家不要去土葬 希望大家要火化 而且尽快让亲人入土为安 大方向上这么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这样用死亡证明来卡 逝者的亲人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人家的亲人已经逝去了 本身家里就很悲痛 想着赶快把这个丧事办了 结果呢 你就要用墓地 用死亡证明来卡人家 是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利啊 作为一个医院 病人死亡了 你有什么权利扣着遗体 不给人家开死亡证明啊 尤其是我们很多地方 就喜欢这样的一刀切 就喜欢这样的粗暴执法 明明当地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土葬传统 但是呢 就搞什么一刀切 说多少天之内要百分之百火葬 坚决不允许土葬 拜托 很多事情应当慢慢来 应当跟当事人讲清楚 让人家自觉自愿的 一风一俗的进行丧事从简 并且不土葬 你这样用行政利率 甚至用要挟的方式 让这些适者的亲人 不得不听从你的安排 是我们应当做的吗 真是希望当地赶快调查一下 还有多少人被死亡证明卡着呢 好吗 好